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夜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766集 来自后院的一声吼 回复不仁啊 这李家太能搜刮了 这都是明纸明膏啊 白秀春给李家定了姓 也为自己的抄家找到了正义的助脊 此刻义愤填膺的看着周一星正在那里搬运西彩灵草 他站在一旁愤愤的开口 这朵花别碰坏了啊 本监察室没别的爱好 就喜欢花花草草了 虽不是我的 可我也看不得别人去碰蔫了 白秀春偷眼看去 感慨的念叨起来 周一星神色有点尴尬 琢磨着傻子都能看出 这朵花不一般 心底嘟囔几句 知道白秀春这里之所以不自己去拿 这是为了避嫌 这明显是暗示自己给他搬到府上 还有 这弟弟 我觉得也有古怪 一星 你挖开看看 直至那朵七彩灵草被周一星挖走后 白秀春一直地灭 目光炯炯的开口 周一星闻眼 立刻右脚抬起狠狠的一塌 顿时 这四周地面立刻崩溃 向着把放散开时 竟露出这地底埋葬的一张似兽皮之物 只是这兽皮不知是什么啊 凶手身上的 通体黑色 看起来毫不起眼 也没有灵气拨动散出 如同寻常的兽皮一般 可在出现的刹那 却让白秀春初代内的永夜伞猛的颤动起来 永夜伞 在当初八十九区的夜战里 帮助白秀春抵抗了天人静的陈好松的一击后 伞面已经崩溃 只剩下了三谷 损失不小 感受到了楚代内永夜伞骨的震动 白秀春一愣 神识融入楚代内后 他立刻就清晰的察觉到 永夜伞居然生起一股渴望的意识 而且这渴望明显是对那兽皮发出的 只是一张兽皮 周一兴没察觉白秀春这里的异常 好奇的将那兽皮拿起 看了看后 没看出什么端倪 这才望向白小春 白小春使劲揉了揉眼 忽然眼眶一红 目中有些湿润了 他望着兽皮 长叹了一声 看到这张皮 我就想起了小时候陪伴我的大黑 罢了罢了 这张兽皮 我拿走了 留个念想 想来 大天师也不会苛责 我在这里家 拿走了一张普通的兽皮 白小春 抬起着摇头时 从周一兴手中将这兽皮拿过 摸了摸后 神色愈发感伤的 将其放到了厨带内 这才转身离去 周一兴 狐疑的看着白小春 苦笑摇头 继续抄家 很快的 就将整个李家 抄得干干净净 李家族人心都在滴血了 尤其是李天盛 眼睁睁的看着那一箱子 一箱子的家族财富被带走 他心中也在刺痛啊 可却没办法 眼下只要能活着 就比什么都强了 他相信 只要自己流露出一丝不满 那白小春就肯定会 借此机会收拾了自己 所以从实至终 他都让自己面上带着笑容 只是那笑容此刻僵硬的 比酷还难看 直至将这李家都抄干净了 白小春看向李天盛时 也都有些佩服了 居然有如此定力 能笑着看着我来抄家 这李天盛心性精子磨难 怕是不一般了呀 白小春立刻警惕 琢磨一番 下定决心 来人 将他们都给我拿下 关押大牢 还有这个李天盛 去跟典狱长交代一下 此人定力非常 给我大行伺候 重点开押 白小春觉得 自己需要防备一下了 立刻下令 说完 不理会李天盛那里 暗自的咬牙切齿 身体一晃 带着大半石魁血军 飞向天空 下一个目标 就是陈家 时间不多了 有加快速度啊 白小春想到这儿 立刻急速远去 身后众多黑甲跟随 带着刚刚抄完李家的气势 直奔第十三区的陈家飞去 四周那些亲眼看到 石魁军抄了李家的众人 一个个都心头发颤 弱大的李家就此直接落幕 这对奎皇城的所有人来说都绝不是小事 这很明显 是大天师举起了刀 此刀之锋利让奎皇城色变 在这众人纷纷将此事传开时 奎皇城内的各个权贵 也都陆续的知道了这件事情 一个个都神色变幻 甚至四大天王也都听闻 一时之间风起云涌 无数人心头震动的同时 也有无数的目光 凝聚在了白小春那里 他们在各自行动的同时 也在密切的关注 白小春的去向 而此刻的白小春 在去往陈家的路上 他的心神沉浸在了厨带内 他的永夜伞 此刻正在进行一场脱胎幻骨般的蜕变 那张看似寻常的兽皮 显然就是让七彩灵草 在满荒能生长且盛开的关键 在他被白小春放入厨带内的瞬间 他的永夜伞 那残破的伞骨声 立刻就出现了那似哭非哭 似笑非笑的鬼脸 这鬼脸模糊 似受损极大 此刻带着贪婪与激动 直接就操控永夜伞 与那张兽皮竟融合在了一起 随着融合 居然以这瘦皮为散灭 进行修补的同时 也有一股让白小春也都动容的气息 从这永夜伞上升起 如同是自行在炼化寄生 这一幕让白小春心神微动的同时 也有激动细域 永夜伞对他的帮助极大 是修炼不死骨的关键法宝 他之前也在发愁 永夜伞损坏后该如何是好 可现在 眼看着永夜伞正在自行修补 而且会更为强悍的样子 白小春立刻就觉得 这一次的抄家实在是太正确了 一个李家 就让我的永夜伞处于恢复中 那么这陈家 又能给我什么惊喜呢 白小春振奋中 心神从除代内收回 加快速度 带着众多黑甲冲向第十三驱 他的行踪被无数人关注 当众人察觉到白小春的方向后 一个个都心神震颤起来 尤其是十三驱 十二驱 以及十四驱内 所有的天侯都在这一瞬 头皮发麻 李天侯的下场 不由的浮现在他们心神内 他的目标是谁啊 该死的 我没得罪这白侯啊 也没得罪大天使 在这众人紧张时 白小春气势汹汹的 飞越了十二驱 顿时 那居住在十二驱的一个天侯 心底长舒了一口气 二十三驱的陈家 这时开始紧张了 他们希望白小春是路过 可却没想到 在到了陈家的半空中后 白小春的身影立刻就停顿下来 陈家天侯 出来见我 白小春的声音 骤然回荡时 十四驱的天侯 也暂时稍稍安心下来 可陈家的天侯塔内 那位陈家天侯 整个人都不好了 双眼丝丝的盯着白小春 身体颤抖时 他的心神掀起了滔天大了 要速走才是啊 陈家天侯没有半点痴疑 立刻捏碎手中一枚玉解 顿时身体模糊起来 与此同时 陈家的所有族人 包括那位周虹身边 对于陈漫瑶 与许珊的谣言 其主要推动作用的主谋之一的 陈家那位天侯 此刻也都心惊胆战 整个人惊恐到了极致 李天生的下场 他如今已经收到了消息 让他对于这到来的白小春 此刻恐惧无比 整个陈家一片寂静 只有无数的呼吸声 不断粗重的传出 那一道道目光 全部凝聚在半空中 被大量黑甲大汉 簇拥保护的白小春身上 白小春此刻背着手 傲然抬头 觉得自己此刻威风八灭 可等了半晌 不见那陈家天侯出现 他立刻一摆手 敢藐视大天师的威严 给我抄了陈家 若有反抗 就地处决正法 白小春话语一出 他四周黑甲石魁 立刻就凶声恶杀般的 直接冲入陈家 至于那位无限接近天人的 黑甲石魁 白小春没让他出动 而是在自己身后贴身保护 周一兴也在白小春身边 看着此刻全是滔天般的白小春 他再次感慨自己当初的选择 是无比的正确 就在石魁血局 冲入陈家的刹那 突然的 那座高塔内 猛然间就有传颂之力爆发开来 与此同时 苍穹上传出一声冷哼 想走 随着冷哼声的回答 黑炮身影一步走出 没有去看那天侯塔 而是遥望远方 刹那追去 刚是在这追击时 那黑炮身影右手虚空一抓 顿时 其前方虚无模糊 出现画面 渐渐的能看清 在那画面里 陈家天侯正急速逃顿 显然是通过传送 已离开了陈家 陈家族人 眼看自家天侯都逃走 他们本就恐惧的心中 此刻顿时沉重 无数剑驱崩溃 直接就丧失了全部斗志 任由那些尸魁军冲来 当着他们的面 一一阵压后 开始吵架 陈家的家当 比李家要丰厚太多 就算是以白小春的 抄家经验 也都在看到那些财富后 又一次吸了口气 他正要靠接一些 去看看有没有什么遗漏时 忽然的 从陈家的后院中 在数个黑甲大汗冲进去后 里面传来一声 带着快意的嘶吼 你陈家 也有今天 我宋缺就算今天死在这儿 能看到你们如此下场 死也瞑目了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